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主题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申老师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 好同学们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四单元的课文 同学们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 勿忘国耻 当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 冉冉升起的时候 当中国人民为深奥成功 欢欣鼓舞的时候 我们不会忘记 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 曾经有过一个百年的噩梦 那是一段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 也是一段中华儿女奋力抗争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走进一篇新的课文 在学习课文之前呢 你看 老师这里给大家推荐 法国著名的文学家于果说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 预备 读 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 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 是用大理石 用玉石 用青铜 用瓷器建造的一个梦 这就是圆明园 同学们 能得到文学大师于果的赞誉 那是非常难得的 你看 在于果的言语中 他说这一座建筑恍若什么 月宫 像月亮上的宫殿一样 像神仙的宫殿一样 而且呀 它不只是用大理石建造的 还是用玉石 用青铜 用瓷器建造的一个梦一般的建筑 那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走进这个梦一般的建筑 去领略它的神奇和美丽呢 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圆明园的毁灭 来 一起读课题 十三 圆明园的毁灭 一拜 读 十三 圆明园的毁灭 好 同学们 现在呀 就请大家打开课本 翻到五十二页 认真的朗读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而且边读边想 课文以圆明园的毁灭为题 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圆明园是一座怎样的园林 好 请打开课本 开始今天的学习 十三 圆明园的毁灭 圆明园的毁灭 是初华化时尚 不可忽略的学习 每次实际 那是不可忽略的困难地 我们通过的学习 这次是开始的 有适当中再继续 在学习的学习 那是不可忽略的困难地 感到的许多人 在学习的困难地 是什么方法 发生的困难地 还会有很多人 在学习的困难地 这次就会有很多人 在学习的困难地 从学习的困难地 好同学们 刚才大家读得非常认真 老师听到了浩瀚 宇恒 响亮的朗读声 同学们 读书就要出声 就要用认真的态度去读 那样你才能够读得懂 读得通 好同学们 老师先来检查一下 课文中要求会认的声字 你是否掌握住了 大家看 这是这一课要求会认的声字 你能读准它的字音吗 首先我们借助拼音来读一读 谁来读一下第一行 好 浩瀚请你来 非常准确 而且声音洪亮 老师为你点赞 真棒孩子 请坐 那第二行谁来读 好 陈希你来读 真是经国不让须眉 你的声音也做到了洪亮 而且也读的很正确 非常好 请坐 这两个同学读得都很准确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墊 墊 一个两遍 一拜 请 墊 墊 蠢 蹄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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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这个垫这个字 在课文中它是宫垫的意思 那你看它的左边是狮子头 里边一个什么 宫 那右边呢是没有的煤去掉三点水 这个字好记吗 猛一看笔画很多 但是呢你仔细观察它很好记的 再看龙这个字 谁加谁 王家龙 对 在课文中主词是 玲珑 那玲珑啊就是指的这种玉石 玉器做的配件 小巧很精致 因为它是跟玉石有关 所以是什么旁啊 王字旁 对 再看这个字 屁你觉得怎么来记这个字呢 你看它是由谁和谁组成的 雅琪你来说 它是由义和一个利刀旁 对请坐 那古石的这个剃啊 就是拿刀把肉从骨头上分离出来 所以它的部首是什么 利刀旁 这样就好记了 再看 蓝 三点水加一个情简的简 这个字这样一分开也好记对吧同学们 那文中组的词是什么 看一下书 是什么 对安兰园 是一个园林的名字 那它还可以组词什么 还可以组什么词 想一想 大海 波澜壮阔 对 说得很好 你的思维真敏捷与横 真棒 波澜壮阔的蓝 再看这是什么 灵 对 它指的是山灵 丘灵 所以是耳刀旁 右边上面一个土 中间八字底 中间八 下面呢是一个折纹旁 好 再看红 宝盖 下面一个熊的左半边 这个字也好记 是吧同学们 课文中指的是什么 建筑很怎么样 红尾 对很红尾 很壮观的意思 再看 钦和略 这是一个词 那么钦 单人旁 加血字底 加图宝盖 再加右 想一想 如果老师把单人旁 换成三点水 那是一个什么字 浸 对 浸泡的浸 你们的知识啊 掌握得非常牢固 以前学的 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真棒 再看略 谁加谁 天加各 对 除了侵略 那这个略 我们还可以组什么词呢 雄才大略 雄才大略 是一个四字成语 你平时一定很爱读书孩子 大家要向他学习 那除了雄才大略 还可以省略 还可以省略 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很常见的 同学们 只要你从小 好好学习 立下远大的志向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雄才大略的人 好 再看缝 你看 如果老师把下面的两横 一束 换成日 那会是一个什么 春 春 那这个缝呢 就是把春的日 下面的 把春下面的日 换成两横一束 就是它了 再看灰烬 用火烧 然后没有了 就是化为灰烬 这是一个行生字 火代表这个字 与火有关 那进呢 提示我们它的读音 所以它是行生字 好 这样通过朗读和分析 老师相信呢 大家肯定都记住 这些生字了 来考一考大家 拼音没有了 你们还会读吗 一起来试一试吧 垫垫一个两遍 预备 起 垫垫 龙龙 气 气 蓝蓝 零零 红红 青青 略略 凤凤 静静 哎呀 你们真令老师赞叹 读得非常准确 这些生字 你们都记住了 真好 来 看一看 文中的这些词语 你能不能读下来 看 前边两行 谁来读读 注意 第一个 红色字体的字啊 它里边有一个多音字 你要注意读准确啊 谁来试一下 前两行 挑战一下自己 好 你来吧 陈希 非常棒 掌声送给他 请坐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孤量 顾量 顾量 损失 殿堂 销毁 归宝 推进 体式文明 好 那下面的是四字词语 你能不能读准确呢 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众星拱月 玲珑剔透 一拜 读 众星拱月 玲珑剔透 亭台楼阁 诗情画意 彭来摇台 武陵春色 天南海北 齐尖一毛 你看 学完这篇课文 老师相信大家一定能积累 很多这样的四字词语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一刻 要求会写的字 第一个是什么 回 它是左右结构的字 大家看 它的左上角 好 注意这一部分 写的时候 先写撇 再写竖 然后写中间的短横 接着写这边横折 短横 最后封口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现在伸出你的手 把它疏空一遍 孩子们 读读它的词 销毁 一拜 请 销毁 毁灭 好 课文的题目就是什么呀 圆明园的毁灭 看下一个声字 什么 拱 同学们 大家看那些古装片的影视剧会看到 古时候的人呢 见面以后都会怎么样啊 拱手 问好 所以这个字 它的步手是 提手旁 表示手的动作 那么在课文中 它组的词是什么 众心共悦 好 数空一下这个字吧 好 看下一个字是什么 柱 建筑的柱 修柱的柱 柱墙的柱 那它的上面呢 是一个竹子头 下面是 巩固的 拱 请你疏空写一写它 大家写得真认真 来读读它的词 柱 柱 一拜 起 柱 柱 建筑 修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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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下一个字是什么 蓝 蓝 这个字 我觉得同学们都非常熟悉 因为它是有蓝的蓝 薄蓝的蓝 观蓝的蓝 一蓝无疑的蓝 那除了这些词 你还知道它还可以组什么词呢 哦 看来老师啊 这里给大家推荐的太多了 那我想问一问 这个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叫蓝呢 蓝就是什么 是什么 观看 对 就是观看的意思 所以啊 在这个字的下面 有一个什么字 见 对 见 看 见 那它的右上部分呢 是半个竹子头 左上角呢 是两个短竖 在写的时候要注意 一短一长 好了 收空一下这个字吧 一起再读读它的词 积累一下 蓝 蓝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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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组的大地土地有关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旁 提土旁 右边一个静然的静 请你输控一下它 好 同学们 那如果老师啊 把这个字的提土旁 换成金字旁 你猜那是个什么字呢 镜子的镜 对 镜子的镜 好 它们是一组行镜字 你要注意区分哦 大家看 红 来读读它的词 红 预备 起 红 红大 红伟 一读它的词 就让我们能想象到 这个红啊 就是说声势 或者气势 很浩大的意思 对吧同学们 来 伸手写写它吧 好 请看下一个字 是大家熟悉的 唐 对 所以我们读唐诗 我们知道在西游记这部书中啊 有一个人 他就是唐僧 唐代 同时呢 这个唐 它还指一种姓氏 所以呢 有姓唐 但是我们组词的时候 不能组唐僧 记住了吗 也不能组人的名字 那这个字呢 是半包围结构 广字框 里面注意书写 横折 横要出头 然后短横 最后竖 然后再写口 记住了吗 来伸手写一写吧 好 大家写得真认真 看 亲犯的亲 来 一起读读它的词 预备 起 亲 侵略 侵犯 入亲 好 伸手写一写它吧 要注意 中间的这个短横 千万不要出头 跟唐可不同 好 看下一个字 是什么 床 还记得吗 大家在二年级的时候 学过一个 一首耳歌 里面就说了 马门 床 对 你看 门字框 里面一个 马 床 半包围结构的字 读读它的词 闯闯闯入 预备 起 闯闯闯入 闯关 大家都爱做词语闯关的游戏 是不是 看来大家都是爱学习 争上游的孩子 数空一下它吧 写完门再写马 注意 这一笔啊 是横 短横 好 看下一个字 是什么 桶 桶制 统一的桶 它是 左右结构 角丝旁 右边一个 充 充电 的充 好 收空一下它吧 嗯 读读它的词 桶 一拜 起 统统治 统一 好 看下一个 是什么 销 销毁 传销 还可以组什么词 你来说陈希 销售 对 销售 就是出售 卖一些东西 对吧 嗯 好 有销售 就有销售员 看来呀 你的生活知识 非常丰富 孩子 还有吗 门子上有什么 插销 对 插销 就是这个销 但是读的时候呢 要读成青生 好 看 写的时候 金字旁 右边一个 兴销的销 来 收空一下它吧 好 我们看 下一个字 是什么 绿 谁加谁 天加土 哎 输空一下 这个字非常简单 也好写 读读他的词 略略 一拜 起 略略 侵略 省略 略微 好 我们看 最后一个声字 是什么 凤 嗯 主词 奉劝 奉告 奉命 好 书空一下 千万要记住 下半部分呢 是两横一竖 可不要多一横啊 好 这些声字 大家都会写了 那下面呢 我们来读一读 课文中几个 比较长的句子 看这个句子 能读下来吗 先自己读一遍 圆明园中 有机壁辉煌的殿堂 也有玲珑机构的 平台楼盒 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 买卖街 也有象征着 田园风光的 山乡村野 呀 你们真棒 第一遍就读得这样流利 老师要为你们点赞 来 齐声来读一下 放开你的声音 圆明园中 预备 起 圆明园中 有金碧辉煌的殿堂 也有玲珑剔透的 平台楼阁 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 买卖街 也有象征着 田园风光的 山乡村野 真棒 声音真好听 看第二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读吧 二 园中许多景物 都是仿照 一拜 起 园中许多景物 都是仿照各地名声建造的 如海宁的安兰园 苏州的狮子林 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 微风西照 还有很多景物 是根据古代诗人的 诗形画意建造的 如 蓬莱摇台 武林春色 嗯 你们读的 既整齐 又流畅 那这么长的句子 能读好 真了不起 看 这个句子 三 我国 我国 一拜 起 三 我国这 以园林 艺术的归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 就这样化成了 一片灰烬 好 同学们 词 字 句 大家都能读通了 那现在呢 请同学们 再次回忆课文 这篇课文 以圆明园的毁灭为题 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圆明园是一座怎样的园林 请大家快速朗读课文 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 读完了吗 孩子们 谁来说一说 课文以圆明园的毁灭为题 主要写了哪些内容呢 请你从前往后说呀 谁来说一说 先写了什么 宇恒 请你来吧 先写了圆明园的价值 哦 圆明园的价值 就是课文的第几次然段 第一次然段 那接着写了什么 接着写了它建筑宏伟 哦 它的建筑宏伟呀 还是你看 你觉得它的 哦 因为圆明园它的位置布局 以及它名字的由来 是的 接着往下说孩子 写了它收藏这个历史文物 哦一下都是收藏的历史文物吗 那中间有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呢 看一看谁来帮帮它 圆明园内的景色 对 圆明园内的景色 也就是说它昔日的辉煌 那这一部分作者写了几个自然段 写它昔日的辉煌 有刚才它说到了 它的建筑 还有它的 什么 收藏 对不对 也就是第几自然段和第几自然段 第三自然段和第四自然段 写的是圆明园 昔日的辉煌 那最后写的是什么呢 圆明园被毁灭了 对 最后写到了圆明园的毁灭 请坐 同学们 我们来看 通过刚才宇恒同学的回答 我们能够概括出作者的写作思路 以及这篇课文的结构布局 那这篇课文 先写了圆明园的价值 也就是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那么第二自然段呢 是介绍圆明园的布局 位置 它在哪里 以及名字的游览 第三和第四自然段 是向我们介绍圆明园 昔日的辉煌 最后呢 是写圆明园的毁灭 那么同学们 现在请大家再快速的浏览课文 看一看 圆明园是一座怎样的园林 作者在文中 用了哪些高度概括圆明园的句子 作者说 圆明园是一座怎样的园林呢 找出来这些高度概括圆明园 它特点的句子 陈希你来说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 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对 是的 这是一句 好请坐 还有补充吗 来宇恒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文明的皇家园林 嗯是的 还有吗 我们还说你看 在课文的结束 说它是园林艺术的什么 瑰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 这都是高度概括圆明园的句子 我们一起看 一起读 预备 起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文明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是园林艺术的规报 建筑艺术的精华 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馆 好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 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知道了它的写作顺序 我们还学习了课文中的生字 生词会写了生字 大家的收获真大 那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学习这篇课文 继续走进圆明园 好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